亲爱的全人类 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即刻放下剧本 起义来归 机兴主义 大家好 我是林彦宇 我是来仙德 我是吴孝贤 我们是一群来自 勇气即兴剧场的 机兴主义者 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要向全世界 进行持续性的 即兴主义 新战恨 哇 画画 画 哇 哇 我不会让学校里有性教育 如果不能让学生像在校外一样自由的说话和行动 你就不要教他们戏剧 带来困难的不是身体 而是对自己的束缚 束缚就是让身材变好那个东西 就是武士穿的那个 就是腰摔伤的时候要戴的那个东西 哦不对 那个叫束腰 OK 欢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 即兴主义 自尊剑 自尊剑 自尊剑有穿一个是护住肚子 那个怪叔叔的那个角色 对 那个应该是让肚子变暖暖的东西 对对对保暖的 是的 没错 好 这个我们今天又是远距录音 然后呢 这一集本来是要实体录音的 没错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我们要变成远距录音 我们赶上了一个流行 就是本剧团 时代的剧轮 对对对 2022年的5月份呢 终于赶上了这个流行 有第一位这个确诊者 COVID-19的确诊者 就在这个画面里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 对对对 为什么要远距录音的原因 是的 让我们荣众欢迎 第一号确诊者 林彦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得到这个殊荣 真是太无比的荣幸了 让我为大家进行 对 进行第一个就是人体实验 很想 天呐 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你现在已经是确诊几天了 今天第八天 就是可以出门的那一天 哦 哦 对啊 还有一点喉咙里面还有一点黏黏的 那现在快筛是阴性还是阳性 今天我还没有做快筛 我前 呃就是有症状之后的前两天有做 嗯 后面我就都没做了 因为就是不要浪费快筛试计 也是啊 后面都没做 干嘛一直做 就等久一点 再一次做一做 对我是打算说我要出门前 我再做就好了 嗯 哦 所以你预计什么时候下一个出门的行程是 今天 啊 今天啊 所以今天还没筛 去去补一些食物 今天还没筛啊 就想说等到录完音再去筛筛看 嗯 那我确诊 确诊的那一天 第一个症状是喉咙痛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好多人也都是喉咙痛咸 嗯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是喉咙痛的话呢 像我那时候就是 立刻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然后 哦 我家人就在我的房间外面放了一台电扇 一直吹我的门 哈哈哈 为什么 哈哈哈 就是 导流空气啊 导回去啊 哈哈哈 创造那个负压病房的状态啊 就是 气都会往我这边吹 不会 我的这边的病毒 不会往他们那边去 哈哈哈 对 然后我的房间 这是科学的吗 还是他们自己想的 开始自己想的 嗯 这是科学家自己想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以前我在住防疫饭店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也是 用吹的啊 就是 房间里面要 房间里面要止进不出 所以 它应该有调冷气还是什么的压力 嗯 或气温的高度 所以你那个风就一直往病患的身上吹 嗯嗯 不会往外面扩张出去这样子 嗯 嗯 对啊 然后我觉得最紧张的是前两天 就是 确诊的前两天 因为那时候 我侄女 呃 我的外甥女跟外甥 嗯 还有我爸跟我妈 就是都是 呃 就65岁以上跟 5岁以下的小孩 哦 哦 对 所以那时候是最紧张的 所以他们就是拿了一台电线 我一直往那边吹 嗯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都没有 都没有出去 嗯 可是厕所在外面 嗯 好险厕所是 就是一出门就到了 嗯 嗯 就等于说这个厕所跟这个房间 就是我专用 然后 哦 他们不要过来这一个 这一区这样子 嗯 嗯 然后 前一两天 欸我很 欸你说你说 沒有我只是 就是 会很好奇一个基本问题就是 你你你你觉得是谁传染给你 这个可以 看不出来吗 哈哈哈哈 判断不出来 嗯 因为我 我唯一这几天有脱口罩 面对面一起吃饭的可能的人 可能有生病的人 他们都没生病 嗯 就是他们也 立刻去塞了 但是他们也 都阴性啊 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确诊之后 你就是真的 不会care说 到底是谁传染给你的 嗯 然后我甚至会觉得 有人要问我说 是谁传染给我的 我觉得很烦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迟早会中啊 嗯 是没错啦 只是觉得 到底是谁传染给你的 就是也不是说 要去怪那个人说 干你干嘛传染给我 只是想说 哈哈哈 到底我生活中 哪一个环节 会让我 有接触到 嗯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 哦是哦 因为我 嘖 我虽然算小心 但是 我还是有一些工作 不能完全脱口罩啊 嗯 例如说表演工作就不行啊 嗯 排练也不能 哦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有一种 没关系 就是海啸要来了 我就来 哈哈哈 反正就得嘛 得了就得了 我过个咸水 对啊 而且我觉得大家 基本上都会泡一下咸水 所以 对啊 早晚的问题而已 就而且 而且 甚至 搞不好戴着口罩 还是有 还是有 被传染的风险啊 嗯 现在好像就是 会在空气之中 这样 对啊 欸 对 但我就是自己 就会觉得 你会得就是会得 不会得就是不会得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再戴口罩 可是 always不会得 然后跟确诊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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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恢复得蛮不错的 嗯 我是蛮幸运的 我没有到咳嗽 咳得很严重 嗯 然后我目前知道最困扰大家的症状是一直咳嗽 嗯 嗯嗯嗯嗯 嗯 然后我是 我的咳嗽大概就是零星的咳嗽 可能就是一天五次之类的 就在最严重的时候 呃 然后每一次都是为了把痰吐出来 所以我也就是 咳出痰之后就没事了 我就把它吐出来 嗯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困扰的是 发烧的时候会头痛 嗯 对 这个这个是比较不舒服 这个有听说 对啊 我那时候 这种头痛啊 哦 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肌肉酸痛 就是我比较紧的地方 就会通通发炎中的那种感觉 就是 例如说 我是孽二关节很紧嘛 就是咬合的这里很紧 嗯 所以那几天就是 顴骨跟咬合处 就超级痛 然后这种地方就会痛到后脑勺 颅底 然后也会痛到头顶 对 所以就是这些地方在痛 但是我跟大家说 你 我真的觉得这三天我真的睡到饱 真的好舒服 然后 好爽哦 我真的 我这三天结束之后 我整个人换了 好像身体换了细胞 我没有任何痠痛 而且从我以前 就是我以前一直在痠的腰 或者是脚底 通通通都没有痠 我觉得我好像换了一个新的身体 爽死了 哇 很棒 如此的混然一新的感觉 我已经 我今天看我已经有朋友在 在期待确诊了 因为他说 他只要一确诊 他就可以休息两个礼拜 哦 这也是啦 没错 强迫性的休息 是没错 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的话是 会觉得还蛮爽的 可以好好彻底的睡觉 可是呢 是真的没办法追剧 也没办法看任何东西 就是会很累这样子 哦 对对对 像我只要盯着荧幕 大概超过20分钟 我就 我就会头很痛 要去睡觉 哦 真是太奇妙 对啊 我只觉得现在那种感觉很奇妙 就是 这个东西有点像是 我们大家都已经过去的 那两年多快三年 一直尽可能的想说 不要得到他 不要得到他 结果就是终于得到的时候 这到底是 什么样一个 心情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会觉得说 过去两年多 我在警商什么呢 还是觉得说 没有啊 没得到也还是好啦 之类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得到的是 比较和善的版本啊 哦对啦对啦 这也是 两年前那个 两年前那个很恐怖啊 对啦对啦 这确实也是这样子 嗯 没错是这样 我觉得得到的时候 最惊险的 比较是担心 别人会被我传染 哦 所以在那状况下就是 自己用过的东西 跟自己出入的地方 我都一直在喷酒精就对了 我觉得那 那是让病人最困扰的一个地方 因为 你就不能好好的咳嗽 好好的把你 就是你的生活空间 你还是要顾 顾虑到整结与否 我觉得这是病人最大的压力 嗯 是的 嗯 因为还是有很多家人 在同一个空间里这样 好的 而且 小孩子最 就是小孩子 最病 最紧张 最紧张 对 他们会一直发烧什么的 而且都会烧很高 烧到40度之内 对啊 所以这个是最恐怖 小孩子又没有什么药可以吃 是的 好的 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一号确诊者的分享 我们 这个 对 下一集来宾会是张艺吗 哈哈哈 我们 对对 我们已经有二号确诊者出现了 本团目前的进度是这样 哎呀 得一得就放松了啦 哈哈哈 那好一点得啦 哈哈哈 我想知道你现在心脏我变大科吗 应该有吧 我现在就觉得 我应该可以去到处去旅行了 我觉得 哈哈哈 好像我有抗 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 就跟我上次 就我上次也这么觉得 就是现在越多人确诊 然后可能 嗯 关个一个月之后 可能我们整个警器就回复了 大家都觉得没差了啦 哈哈哈 我也是台湾人很多啊 就是 每天这样子 几万几万 可是 2300万要全部 全部 那个得完 要一阵子 哈哈哈 哦 可能得到我80岁都还 还没论完 也不会很久啦 哈哈哈 哈哈哈 anyway 但真的台湾会比较慢 因为我们的政策什么的 你遇到确诊者 你要4加3天 这类的 嗯 会延缓那个传染速度 对啊 就不会像国外 瞬间烧起来 然后瞬间 掉下去这样子 对 而且台湾人我觉得真的 比较乖 你不觉得就现在 就是政府就是这样 把大家都放出去 可是大家就自己不出去了 对 现在路上人真的很少啊 对 哈哈哈 所以没有那么快 真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快 哈哈哈 我上次看到 看到一个笑话 他说 如果是两年前 得第一波确诊的 而过世的人 嗯 然后 投胎之后 现在诞生出来 然后又得到这一波 他不知道会做的感想 哈哈哈 看来已经投胎 好妙 哦 Holy shit 哦 新的版本 干又一次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灵 灵魂的考验诶 對 我本来想说 本来想说回老家 可以修 就是就是 我一下再出来 应该没事了 结果还没结束 啊 对 好了 我们要进入到 Kiss Jumpstone的世界了 Yeah 今天还是一样 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impro 这本书 嗯哼 这个由即兴剧之父 Kiss Jumpstone 所写的经典作品 然后由台湾的原点出版社出版 繁体中文版 impro即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第三章 spontanity 即兴的能力 Yes 里面的 OK 淫灰 OK 我们从上一集 就开始聊淫灰这件事 为什么 有没有很辛苦呢 各位朋友们 哈哈哈 为什么我们要说淫灰呢 就是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 Kiss觉得说我们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 第一个点子不够好的 几个原因之中呢 就包含了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点子 是很淫灰的 OK 至于 还有哪些几个 那个原因呢 大家请去听前面几集 你就会知道了 好不好 有三大原因 哈哈哈 我们觉得自己的第一个点子 不够好 好不好 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常常觉得自己 想出来的 太色了 太色了 的这些念头 嗯 那我们上一集 已经在聊这个淫灰就有讲 就还蛮喜欢他提到说 那个 其实大人啊 就是在一些就是 没有小孩在的一些 比较放松的场合 也会讲一些 很淫灰的 五四三啊 黄色笑话啊 什么之类的 哈哈哈哈 东西 可是我们当遇到小孩子 讲任何跟 比如说色情啊 性啊有关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骂他们 指责他们 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的小孩子 都是从小 这样被 这方面 这样压抑的 长大的 然后他有讲说 就是 呃很多人 很多小孩 当变成成人的时候 当就是很有 压力 或者被压 压抑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最后都只会去那个 心理资商的时候 才会有机会讲出 自己心里真正的一些实话 这样子 嗯 是的 他上 在上一集 我们有讲到 这些 内容 这样子 所以我们 这一集要继续聊下去 呃 你说呢 因为呢 Kiss 要来说一个 火场中 死了一个人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Kiss 做了一个 结论就是 火场死的这个人 原因是跟学校 没有性教育 有关 这么严重 性教育没教好 可能会让你 失去你的生命 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一段 我就来白话文摘要一下 嗯 嗯 1969年 有一个周刊 叫做新政治家周刊 应该就是英国的一个周刊啦 嗯 里头呢 有当时的校长们 对性教育问卷的回答 那这些校长他们说 呃 结论就是 用过去保守的监督方式 去处理性教育 那会是最有效的教学方式 所以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校长这么说的 就对了 校长的言论就对了 就是 还不是校长的言论 但是是那个周刊 问了校长们之后呢 做出来的一个结论 哦 这感觉 我可不可以 就是先讲 这个是不是就是 是Kiss不同意的部分 对 哦 明显是Kiss不同意的部分 这样子 对 那 没错 因为他Kiss 已经当时在学校工作 超过二十多年了 嗯 嗯 然后 所以他看到周刊 看出来的问卷结果 他很惊讶 嗯 然后尤其是以下有几个校长 他们 有这些言论 Kiss有举出来 好 校长A说 我反对 我反对 就这些问题 进行直白的讨论 就是性不能直白的讨论 的意思 就这样 没错 没错 你看这句话本身就很不直白 所以 对对对 一公他小了 对 对 好 然后校长B 他说 那些决定像动物一样行事的人 无疑可以自己找出答案 哈哈哈哈 什么什么 什么意思 像动物一样行事的人 可以自己找出答案 就是说 就是那些 那些 就是 呃 像禽兽一样的人 那 就是 像禽兽一样进行性这件事情 性行为 对对对 到处做爱啊 然后或是 就是各种 不带套有带套 然后 在学生时代 就去做这些事的人 嗯 他们自己就可以找出答案了 学校不用教性教育 哦 他们自己就 他们自己就可以找到了 很有智慧的一段话 哈哈哈 变相鼓励 对 变相 变相 自己去体验 变相鼓励大家先行动 我不用教你 哈哈哈 对对对对 我不要躺下温水 好 有谈 哈哈哈 哈哈哈 刚刚是COVID-19本人健身 哈哈哈 没错 好 再来是 那个校长 C 相关的指导 在我的学校里 都是一对一完成的 好恐怖 而且是由 一位传教士 哈 哈 怎么听都怎么乖 哈哈哈 对啊 很奇怪 好淫秽啊 对一 而且还传教士 哈哈哈 传教士指的是身份 还是 某种体位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不好 而且校长招 这种这种职位 我就觉得 就想到很多很 母湯的一些 是不是 啊 铭贵魔法学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好 最后一个校长ABCD 校长D 我觉得谈论姓氏很恶心 我不会让学校有性教育 他应该是被之前那个传教师对待过 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 哈哈哈哈 好夸张哦 这些话 但是这已经是19怎么样 1969年的 民国58 的校长们 还在戒严的时候 好久以前对 可是 可是 虽然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言论 我就跟之前我们公投的时候 不是有 台湾社会对于性贫教育 也有一些声音吗 对啊 我觉得有一些话跟 那时候性贫教育在公投的时候的话 很像 对 没错 就是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对 对 宁可不要淌这个浑水 这样子 对 对啊 就是 这个我好像想到一个虽然不是性教育 但我觉得跟性教育也一样重要 就是生命教育 因为我才 就刚好 就是昨天有看到一个那个 在住在日本的一个中国人的YouTuber 然后他他拍的一个片的主题就在讲生命教育 他就在比较说那个日本的生命教育跟他的祖国中国的生命教育 他就是举了一个例子 应该是一个新闻报道吧 就是一个高中有某一个老师曾经这样设计一个生命课程 就是从每个学生发一颗鸡蛋 然后到就是他们看着那个鸡蛋被孵出来 然后小鸡这样子长大 那过程中有一些鸡可能也没孵出来啊 或是说就死掉啦 但有一些鸡长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就要给他们下一步 对 叫他们杀孩子 而且叫他们自己选择要请人家杀还是自己动手 就是这是一定要做自己选择 然后最后杀完以后还要拔猫 然后最后就是煮成好吃的鸡汤来吃 反正就是他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 就是说生命教育的课程 让学生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 然后去思考生命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他就对比他的祖国中国呢 讲到这种生命教育 就是有人对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教育的设计的一个评论 就是说小孩子如果经历这种的话 他们会什么心理变态 还是说他们会就是怎么讲 就是反而对生命会就是有什么产生什么扭曲的想法 或者说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过度的惊吓 怎么可以给小孩子这种经验呢 什么之类 就是中国人有一些的这种看法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跟刚刚在讲这性教育我觉得 就还蛮是一回事的 对啊就是避免 例如说避免杀身 跟避免去谈 就是不谈死亡也不谈性 对对对 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人性本能里面死亡性 从从思想就比如说他会同时说打人就是不对 但他又会说等到有一天你取代上位之后 你就可以做你真的想做的事 这两者一样就是暴力 哦OK 对 对啊 那对然后我最近 因为我大概一年多前开始学武术 学空手道 然后就我我有真的去思考说暴力的本质是什么 就对我来说打人打人没有不对 对打人是可以讨论的 跟性跟死亡一样 你说打你说什么什么就是不对 这个这个剧情其实我觉得跟中国的那种 因为害怕而不谈是一样的 对 今天打人就是不对 那你也要打得赢啊 你说逢打必输 你当然会说打人就是不对 因为你是被打的 你今天打人打得赢 你才有资格讲打人就是不对吧 你没有选择状态下 你讲你讲什么打人就不对 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包括我们现在在谈论的什么 像一直以来的统独议题 就是不要挑衅中国什么 他也在谈论暴力啊 那现在的政府采取的是另外一种 我武装我自己 我武被我自己 那在另外一群人解读里面就变成是 那你是变相者在 在储备暴力 在调性 对在储备暴力 在调性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光是 对光是 如果是回去我的身体细胞里面来去讲这件事 我身体细胞要是没有抵抗力 对对抗病毒的话 我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对对对对 对啊 我的身体里面要有抗体 然后要可以对抗这些 要有能量可以对抗这些外来的东西 要不然我就是等别人来救 对啊 我就是 我就是等国家的医疗系统 我等着呼吸器来帮我 对啊 那那当然 就是 如果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最大的暴力 对 就是 每个人都等着被救 拜托谁来救我 超级情绪勒索耶 是啊 对啊 我是觉得刚刚讲的这 每一个都是 就是 就是会想到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 是基于 对刚刚 千德说的那几样东西的 不熟悉 嗯 对啊 就是 就是性啊 暴力啊 还有说生命 生死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 把它放在教育里面 就是要让大家 就是从小有机会熟悉这些东西 嗯 那至于 就是对啊 你熟悉之后 你你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每个人一定都会有多元 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 嗯 不好的状况 就是源自于刚刚讲那个校长 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在教育里面 大家对这些极端的议题 是这么的弊 就干脆拿掉 这我觉得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对对就干脆把它 就不要让它出现 不要让它发生 而且我不知道 我个人观 我个人的感觉啦 就是对于这三者 就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三角形 这三个维度 都没有想象的人啊 都蛮笨的 什么什么 再讲一次 讲笨 哪三个维度 性 暴力跟死亡 如果 有一个成年人 然后对于这三者 都是避而不谈 然后也没有想法的人啊 就在我的 的相处当中 我都觉得这种很无聊 然后没什么话好讲 就如果说他在 真实生活中 没机会接触到 比如说他家 没死过人 或者他没去 就是有 有心犯领过 怎么知道 或者是 他就没 真的会完全不知道啊 也很多人是 他明明有的接触 可是他就是 蒙上眼睛 闭上耳朵这样 哦 对 就是不讲 不看不听 这样子 虽然他结婚 因为他觉得是不对的 然后 对 结婚有性经验 那就是 就是关灯闭眼这样 因为没有人教他 要怎么享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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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真的蛮无趣的 对 前阵子就是有看到那个啊 志祺七七 他们有在开那个 就是线上课 有个是什么 什么成人的 好像叫做成人的性爱课 还是什么的 我还有点心动 我觉得 好像可以来上一下 我觉得吴孝贤不需要啦 哈哈哈哈 谁说 你会生过孩子的人 哈哈哈哈 知道everything嘛 没有吴孝贤 在我们剧团中的表现 一定让我们觉得他 可能可以开个节目讲这件事 嘴巴可以 嘴巴可以 可是你会想要更精进啊 一定有你很多 我觉得吴孝贤 我们去那个课 只是看其他一般大众的 哦原来他们label到这边而已啊 这样子 哈哈哈哈 去呛报他们 哈哈哈哈 我不是带着这种心情 我是虚心的求学的心情 哈哈哈哈 anyway 好的 我继续 对 好 呃就是刚说的ABCD四种校长 他就是其中一个校长 还有说到就是我的学校 然后就是他的主词是我的学校里面 不能有性教育嘛 嗯 就是呃Kiss就说 那些校长到底是以为学校是属于他自己的吗 哦 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样想 对对对对 这很可怕啊 这很可怕啊 对啊 很恐怖 然后他说 反正总之他说这些校长 就是他很不认同这些校长 甚至呢 他有把 就是我们刚 在最一开始 我说到的那个社会新闻 呃Kiss就用这个社会新闻来炮轰这些 这些教育者 他说 呃之前他有 看过一个社会新闻 是有一个年轻女孩 被火烧死了 嗯 那原因是因为他 羞于光着身子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 Oh my god 这个这个新闻我听过 真的假的 对在印度 就是 哦这样子 他们对他们会 他们会说那个 诶 哦对他应该是实际上是一个新闻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在电影里面有被提到 哦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情境是那个印度的父亲跟女儿讲说今天就算火烧起来了 你没有找到衣服你就是必须待在里面不然你出来你裸体让大家看见的话大家就拿水头把你打把你打死这样 然后我们这些 就我们这些家我们这些家人要怎么见人这样 天啊超快的 所以搞不好这种这个新闻这个社会新闻到处都有搞不好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对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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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就是做到这种程度的话这真的是太太不对的一件事情 太太淫秽了这太淫秽了 太淫秽了 什么东西啊 对啊 Kiss Kiss就是说他觉得某种程度这个女孩的老师应该要受到责备 当然了难道他还难道这个老师如果真的有有一个他的老师知道他学生是这样子的下场的话会觉得说他做的好 RESPECT 对对真的是 太恐怖了 没穿好衣服就待在那边被烧死真的是一个正确的 他会这样想吗 圣女真的 圣女真的就仿佛圣女一般我们应该要把他立个牌坊 对 对啊这太stupid了 好所以这个这个这就是这就是你刚刚说他那个跟死亡 性没有学好的话会跟死亡连结上 对就是没错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那个人命人命是大 因为是小人命是大 因为是小人命是的呢 然后接下来那个Kiss他就是又来讲了一下就是一段关于生小孩的一些这个例子这样子他他讲这一段其实引发我还蛮多回忆跟遗憾 跟生小孩有关的对啊因为他对啊因为就是因为我有生过小孩嘛然后那如果要为就是这一段可以就是先就是定个呃标的话他要讲的应该是说太惊的女人没办法生小孩 他不让小孩出来说不行这样我惨到会变大 之类的 总之他是先从一个就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自然分娩倡议家叫做希拉基辛格 OK 他就是写过很多很多关于就是自然分娩的一些书这样子 但我查了一下台湾好像没有就是中文版这样子 那总之他在他的其中一本著作叫做分娩的历程里面呢有写过这样子的一段话来评论中产阶级的故作震惊这样子 OK那我来念一下 富尔乔亚 没错我来念一下他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内容 他说呢好 在亚买加等一下我的麦克风哈 Jamaica 在亚买加这个国家呢 他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农妇很少感到会因不适这样 OK就是因不会不适 然后他们也很少会担心呢生产的时候婴儿的头部会承受压力的这个问题 那但是呢从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案例研究来看 许多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 他们似乎会担心生产的时候弄脏床单 并且呢经常有人在分娩的时候 会对职场和阴道的感觉感到震惊 OK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很痛苦 事实上他们所苦恼的事情 对那些亚买加的这个农妇来说是坦然处之 然后呢一些女性觉得放松腹部很困难 尤其是就是在生产疼痛的时候 OK然后他们被教导收腹 OK就是收紧你的腹部这样 然后以及有时候呢放松这些肌肉是不正常 我在想他讲的有可能是不只是生产嘛 就是平常 平常女性就常常被 教导要收小腹部然后放松肌肉 这个行为是不正常的 这样在一般生活中可能就是这样 OK总之这就是他举的 他引用这个希拉基辛格 OK他的书里面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会有那个就是引发回忆跟遗憾 我个人呢就是很想要自然分娩 但是没有机会体会到的一个人这样子 是因为认成血糖吧 是高血压 就是认成高血压 我血糖应该是还OK 高血压自然分娩是会失血过多吗还是什么 好像就是会很不好 但是就是严重的话好像会 就是那个血压会一直飙上去到甚至重风的程度 就是好像接近要分娩的时候 血压如果是一直往上的话 它会到一种失控的地步 然后当然也可能会影响胎儿那边 所以那时候我的医生就是讲说 要我们就在现在还可控的时候 就要把它伸出来 就是千万不能 就是千万不能堵就对了 就是我那时候还就是很 很那个就是觉得说 我想要再等一下 想要再等一下 想要再等一下 因为应该这样讲 我其实在怀孕的过程中呢 我就是有看了很多各种的生产的方式嘛 因为我想说难得生个孩子 就是我想要选择 天晓得我还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 就是觉得说身为女人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难得机会 就想要选择一个自己最想体验的一个方式 来生产嘛 所以我看来看去 而且甚至我生活中 也有人是真的超极端 是在家生产 对啊 不只是那种温柔生产 还在家生 根本连医院都不去的那种 那我是觉得我还没有胆子 到这种程度 在家生 但我有想要选择 就是所谓现在也 蛮多人在推的 就是温柔生产这样子 就是温柔生产就是不会吹声 然后也不会就是很人工的去剪你的 就是在生的那一刻 不会去剪你的会音这样 可能你会生的时候 它会自然的破裂 但是它不会先去剪 或者说用吸的把它吸出来 什么用压的把它压出来 之类的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是我有去找 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医生 是我可以去咨询的 或者是去找的 总之反正后来就是 最后就觉得说 我至少想要选择 那个自然生产就对了 然后甚至还有 在很接近要生的时候 小孩的那个位置 还是是头朝下的 不不不 脚朝下 应该是 照理说应该是 应该是要头朝下才是对的 我甚至说脚朝下 我还就是用了很多方式啊 做一些运动 或是就是一些偏方这样子 什么拿那个爱条去熏你的脚啊 什么之类的 要把它搬过来 因为我就是很想要自然生 后来真的 在生之前它是翻过来的 但心情压太高 总之我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去自然生嘛 所以我看到他 讲这个人 他是很推那种 自然分娩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 他的一些资料 他就是比较偏向那种 比如说 每一个产妇 他应该都是有 他独一无二的生产方式 包括你可以站着生啊 你可以坐着生啊 你可以什么生 就是现在大部分就是 去医院就是一个姿势 然后就躺在那边两脚张开 就是人家帮你把它伸出来这样 但是其实那可能不是最适合 有一些产妇的这样 然后甚至他会推说 一边唱歌啊 一边跳舞啊 一边干嘛啊 什么之类的 多元的自然的放松的 开心的生出小爱的这个方式 对啊 他是就是刚刚讲这个 希拉基辛格 他是这一种的这样 那总之所以他就是去对比 英国那时候的那些女性 他特别讲 他说 长期有在工作的女性 其实在这方面是特别受压抑的 所以呢 当他们在分娩的时候 会因为身体发生变化 而觉得很尴尬 这个我很可以理解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 有认识有生小孩的人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 都是比如说 工作到最后一刻 才去生这样子 我自己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 我身边的人都是 大概到八个半月 八个半月 就是还是有休息一阵子 就会休息 对 就是像我自己个人 就是属于那种 我没有 完全没有设定说 我从哪一天开始 我就 完全不工作 这样子 然后就是 你这样还蛮 蛮像以前的农妇啊 对啊 在田里面 在田里面就肚子就震痛就来了 哎呦 肚子不舒服了 摸一下 有娃娃的 那我在想 你就想说 农妇的话 他们可能就大量的在 用他们的身体劳动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身体 这些 东西是 比较没有那么不熟悉的 那我觉得这个 希拉基辛格 他在讲的应该就是 比较现代社会的这些 就是工作的妇女们 可能 就是前 前几天还在这边 做办公室啊 这边工作 可是当他要生产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状态真的是跟平常的自己差很多 你就会 就是被 像一块肉一样 被放在一个展台上 然后你要在很多人在身边的时候 张开你的双腿 然后你会 因为疼痛了 就会叫啊 哭啊 什么的 流一些东西出来啊 就是所以 而且 所以他就是说 会很尴尬这样 我一直在想 你躺在那边脚打开 到底要怎么出力啊 脚底要踩东西吧 不然怎么出力 对啊 这个我就没经历到 我是没有经历到那个 就是自己 push的那个部分 就直接 这个捧腹伸出来这样 对啊 我们这个 不过我自己是有 那个 因为对这方面还就是 蛮 蛮有一些热爱 我是看很多那种 别人生 生小孩的 实境节目的 对啊 我不知道我从以前 就很爱看这种 baby story之类的那种 国外有很多这种 生产的那个实境啊 对啊 就是 总之那个 那个状态 真的都是 一定是跟平常很冷静 很有形象的自己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说 很多这种 长期在工作的这些妇女 他们是在生产的时候 感觉到那样子 身体变化 是自己觉得很尴尬 而且 会想要一边生 一边还保持的很 淑女 然后呢 也不能把自己的焦虑 表现出来 这样子 所以 呃 在生产中 他们给自己 带来的困难 不是 来自身体的 而是对自己的束缚 就是 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嘛 就是那种 社会 呃 家租于 好像女性的一些 束缚 他们 直到生产的时候 都还 没办法 就是 好好 就忽然这样切换过来 所以 呃 这个 希拉基辛格 他 对于这一种 类型的女性 他下了一个定义 叫做他们 分娩无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他就是 对啊 他就是这样定义他们 欸 他们生活 生活已经很辛苦了 还要被 人家说分娩无能 哈哈 对啊 我知道 我觉得他 因为他的立场 应该是觉得说 分娩不是应该是 人的一种本能吗 我知道他的意思 不是应该是个 最自然的 一件事情 怎么 我是说 这个 这个社会也太辛苦了 就是你先被辛苦过一轮之后 对对对对对 然后观察你的 还要说 啊 你这个叫做分娩无能 哈哈哈哈 对啊 哈哈 真的 就是 束缚到那种 当 最自然的那件事情来的时候 他们还是 嗯 没办法挣脱 没办法很很很 天然的 像一个动物般的去 分娩 这样 好累哦 嗯 对啊 然后 其实那个 我那时候 就是在研究 那个温柔生产的时候 就有看到 呃 有一些 譬如说 哦 如果你的主治医生 是谁谁谁 然后你今天要生了 他可能会来 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在我下班前 就 就生一生 哈哈哈哈 不然我要下班了哦 有可能 就等一下是值班医生 帮你生哦 那如果你 嗯 如果害怕 你一直来跟这个医生 产检 跟他比较熟 嗯 你可能就会想说 好吧 那我生一生 这样子 对啊 然后可能生的时候 一边生的时候 哇 又生很久 然后就是 干脆 呃 哎 那个时间 快快到了 快到了啊 那把他吸出来好了 把他压出来好了 之类 就是 这些人工的介入 其实很多都是跟 效率有关啊 然后这个 那个效率 还有还有一个 也是 很传统的啊 很多人会看 时辰啊 对 就我一定要 在某个时辰 算命说这样子 什么命 那 这应该是上一辈的 现在还是有 现在还是有 那我觉得 我是有听过 我是有听过 有人怕称坏产道 对 那个以后 以后会性生活不满足 对对对 我听到 听到这个就比较多 对对 也是有啦 很多女明星 对 很多女明星 就因为这样 就改为破妇产 好迷惠哦 还有就是 生的那个过程 其实是 很累很苦的啊 对 就是 我看的那么多那种 就是像生小孩的 那种实际节目 很多人是 比如说 特别是那种 坚持想要 比较自然一点的 有些人是 真的生个 三天三夜 生到最后 最后那一刻的时候 产妇已经没力气 说我没力气 没办法用力 那真的是很累很累 那偶付多简单啊 或者说 把它吸出来 拉出来 多简单啊 就是 哟一下 就是人家帮你 你可以省掉很多的受苦 确实是这样啦 我刚刚想到一件 很好笑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看那么多星盘干什么 你出生的时间 又不是自然 还是你看星盘 是看什么 那还是 那还是你的星盘 看什么意思的 那个 那个还是你的星盘 还是嘛 就是 还是啊 就是 不能去 不能去跟老 不能去跟老师 阿Q说 可是我可能本来 什么什么在什么功 这样有准吗 有准 有准 这样一样是准 要不然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不会诞生 你有可能妈妈生不出来 安心了 安心了 那我有点好奇 就是虽然刚刚是 就是因为我生过小孩 所以很 蛮多 这些经历 都是我在分享 我是稍微比较好奇 就是如果以假设性的 去问的话 在场的这位女性 你如果有一天 想要生小孩的话 你会想要选择 怎么生 或者说 赖千德如果有一天 你会陪 陪一个女人 生小孩的话 你会希望经历 我会 怎么生 这样子 我会舍不得他生 舍不得他生 我光看他那么辛苦 就干 我会 我看他 看他那么辛苦 以及他可能会那么痛 那你可能就会说 来 帮你麻醉 然后切一刀 把他拉出来 这样子 不要不要 他还是要动刀 我干脆去结扎好了 什么 就是你不要让这件事发生就对了 对 我不想要让我 我喜欢的人这么受苦 可是他也可以是很美好的 就是如果他是自己愿意的话 这过程可以很美好 他如果自己愿意的话 没有我只是觉得 老婆你刚在里面 老婆你刚在里面挨的时候 我在那边跪算盘 罪孽啊 罪孽啊 都是我的错 没有啊 有可能 而且他还会拉你一起经历这个过程 我的好奇是说 如果你就是必须经历这个过程的话 你会想要经历哪一种 可是如果他想要的话 那就是看他喜欢哪一种 也是 老公我们高空弹跳生 小孩 我都好 也可以啊 太恐怖 你有耐死哦你 那林烨宇 你有想过吗 我的话我只有一个需求 就是因为我常会觉得很生气 是医护人员很权威 这个是我觉得最生气的 所以我会 我会希望我的主治医生或是 不管我是温柔生产 或是我到医院去生 我是希望医护团队可以在过程中 一直跟我对话跟确认 嗯 因为我其实最害怕的是有 就是像我之前常听 其他生产过的亲朋好友们说的 都是他们 其实进产房的时候 有被吓 就是 例如说医生进来绕一句话说 等一下 时钟那个纷争到三十 如果你还没有自己生的话 我们就是去开造房 就用吓的让他就是 用吃奶的力气把 把小孩生出来 然后生完之后一直挫一直挫 因为用力过度你知道吗 然后撕裂伤也很严重 还有 还有就是 也没有跟你先说 但是就是一直在压你的肚子 然后 就是 我就觉得很暴力 我会觉得那个 孕妇自己本身的意愿 或是至少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必要做的 可是我需要被通知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不然我很容易就立刻气急攻心 那你结论就是 你就是适合温柔生产啊 不然的话不可能有对你 不可能有这么理想的 就是适合温柔生产 甚至搞不好你还适合请一个那种 什么住产室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一个现在有一种职位就是 即便你去医院生 你也可以请一个人在旁边陪你 嗯 但是你要找到就是说愿意让你有这样安排的 的妇产科医生 对啊 也有这种形态 其实现在还蛮多元的 燕雨讲那种状况 如果我也进产房的话 我绝对会跟医生怼抢能开赶 可是你没生过啊 你没生过你会觉得说你是不知道的那个人 你怎么敢随便呛一声 没有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尊重的问题 就是我虽然没生过 但是我对我的身体算熟悉 所以我会觉得他如果告诉我怎么做 然后我就会去做 所以如果说他没有告诉我怎么做 他就是呃 直接就插手的话 我会觉得蛮神奇 就像我很多次去看牙医的时候的感觉 对 对 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直接跟我说 我们现在状况非常紧急 我们现在必须要帮你 那我觉得OK 可是我会需要这些对话 这样子 me too me too 我会觉得你胸怎么胸 你胸怎么胸你知道吗 你呛怎么呛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这个以上就是Kiss 举这一位这个生产 生产的这个算什么 倡议者 嗯 他说到女人 被就是也是跟淫秽有关啦 就是连生产这件事情也可以被视为是淫秽的 然后有些人就很惊这样子 嗯 而且他特别举女性啊 就是他用女 特别用那个时代的女性来来回推说 他们受到的处境跟学生在学校里被对待的 那个创意发展的处境是一样的 嗯 对 他下面 他下面就特地在讲这个 就我下一个标是说 糟糕的环境会让人类 只停留在生存的层次 嗯 嗯 就他的需求跟他的人格养成会停在这个这个层次这样子 嗯 生存 对 这边他就讲到说他以前在大学教课的时候 他没有遇到任何自我审查的问题 可想而知因为他是Kiss吗 他最讨厌自我审查的 对 对对对 然后他还特别强调说至少不是性方面的 嗯 他说他自己是不是 对他自己 他不会审查自己 他也不会特别强调说对于性他是完全不管 就是我想讲就讲这样 嗯 嗯 然后他说他接下来又用那个双重否定句了 就是我先念一次他原文 然后我再再说他的白话 双重否定句 对 他说我不是要说对淫秽的恐惧是让人们拒绝第一个想法的重要因素 嗯 这他第一阶段 但是 哈哈哈 不是 但是 如果极庆老师 不是清教徒 很烦 哈哈 清教徒 清教徒就是那个美国那个非常保守啊 然后甚至不使用电器 嗯 出门都骑马的那种那种保守清教徒 嗯 对 然后他说如果极庆老师不是清教徒 而且可以让学生表现他们任何想要的行为的话 这样理解是有好处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淫秽对于让人们表达第一个想法 是有好处的 结论就这样 对 有够啰嗦 否定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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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 啰嗦 真的耶 他很容易会 就是三句话 我一句话可以搞定 你再讲一次你刚刚的结论 你说淫秽怎样 淫秽对于人们去诞生 接受第一个想法 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你是一个即兴老师的话 他里面用几个否定 我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很有趣 不是 拒绝 但是 不是 一二三四 对对对 负负得证 然后负负得证 证证得证 对对 所以他的 他的结论是 淫秽是 OK OK 理解正确 对对对 谢谢中文系 谢谢中文系 对好 然后他说 你最好把你的班级看成是一个聚会 而不是老师之于学生 就是聚会是平行的 嗯 如果那个听众不晓得的话 你可以把聚会想象成是这种借酒会啊 哦 那个那个戒烟会啊之类的 就是大家都是平行平行的这样子 然后不是上队下的老师对学生 嗯 对然后 最后一句我觉得超好玩的 他说 如果你不可以让学生 他们像在校外平常的生活的时候 一样自由的说话跟行动的话 那你最好不要叫他们戏剧 哦 这句话超有道理的啊 对啊 对对对 就是 没错 对因为我上过那种 我自己也上过那种表演课是 我进到这个教室呢 我就不能像平常一样说话跟行动了 什么意思 是 有 有对错的 就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在当兵 你在当兵 还是你被兵 我在当兵 哦当兵 我在当兵 对对对对 我在这边啊 哦 对 就是 对啊 我 我同意就是说 如果你在 要弄一个戏剧的课程的第一件事 应该是要先让学生可以 就是说 知道他自己 现在应该可以被允许 对 可以啊 到什么程度 不管是身体 还是心智上的一种放松 嗯嗯嗯 跟 跟 自由 就是后面再去做更多的训练 我觉得才是有意义的 嗯嗯 那如果 假如说 你是 老师嘛 你是一个戏剧老师 嗯 那你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一直评论别人的表演 哦 就跟他日常生活中一样 对 嗯 你会怎么做 他是开玩笑的评论 还是认真的 的讲这样 这 认真跟开玩笑 都会啊 都会有 两种应对方式 他如果是开玩笑的方式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抱歉现在是我的时间 你要聊天的话 下课再聊 嗯 那他如果是认真的在评论的话 我就抱歉 我是老师 这两个不是都一样 我知道你有 就是都是我的时间 严重程度不一样 一个我会把Grey在聊天 另外一个是 Sorry 我的经验比你多 哦 而且现在是我的课 Lesson to me 这样子 是啦 这个 我觉得这两个对我来讲 都是 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都是 不管他是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 都不是在我这个课堂里面 就我觉得 学员应该做的事情嘛 对 然后 对啊 所以我都会 蛮及时的去 就是 丢出一个回应 但是我 我会拿捏在 如果 如果以 像我带大学生 这种例子超多的 嗯 就是 就是一定会有 那么几个学生 就是 嘴就是很贱 然后已经很习惯性的去 讲别人什么什么 虽然他自己上来做 也没好到哪里去 对 但是就是很爱讲别人这样 对啊 然后 我自己的一个拿捏 是我一定要确定 当我 讲出那句话之后 我不会 弄坏了我自己的情绪 也弄坏了 课堂的气氛 这对我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通常会用一种 也是蛮贱的态度 就是去 去 丢出那句话 就是无论 事实上赖仙德说 这是我的时间 或者是说 就是讲任何的回应 这是我的时间 这个真的是我还蛮常 会用的 但是我一定不是用那种严肃 然后再责备他们 我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好笑 有一点贱 然后就是骂完以后 马上变脸这样 这是我的时间 然后之类的 我就会继续 继续讲我要讲 就是这个拿捏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我觉得身为极兴剧的教学者 最难的就是这件事吧 就是你要让大家是 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 允许被说 允许说任何话 就像他平常的时候一样 可是你又要让他知道 他如果平常是会批判自己 跟批判别人的话 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不要做这件事情 包含代理者 自己也要 就不要 就怎么样才能让那个氛围 是不是变成是 这么日常说 那个好烂哦 或是我刚刚做的好烂 我会 像这一种氛围 我会邀请他们 甚至我会把它定义成 这是一个练习 我会邀请大家说 我们一起来练习 现在我们先看 有做到跟你觉得 做的好的 然后因为急性 第一个我会说 急性剧没有对错 所以讲做不好的 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一起来练习 你又把它视为挑战也可以 就是挑战你自己 先看到有做到的这样 那成人的话 都还蛮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 那我自己是觉得 包含我自己哦 因为我自己有可能 平常就比较批判的人 那当我在 就是带领一群人的时候 我要如何可以变成说 我也是看到大家有的 然后 对啊 对 然后我也是看到大家 是正在学习中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 跟平常很不一样的 一个状况 所以林彦宇你刚刚问的那问题 我觉得超好的 就是我要如何又管秩序 又让他们知道说 就是说你 我现在要你们 就是我要你们乱喷的时候 你就要给我乱喷 但是我 你的这种乱喷不是我要的那种乱喷 就你去评论别人的时候 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可能上一秒 就是在阻止那个 就是乱评论别人 就是乱评论同学的那些学生 的那些话 可是我下一秒 有一个人他做到什么 我也要立刻的 就是肯定他 所以也 这就包含了 我说我自己绝对的情绪 不能受影响啊 就我可能刚刚还在 有点是开玩笑的骂人 但下一秒就说 没错 这就是我要的 你做得很好 我还是 我还是那个 像常常在玩那种 战胜失败的暖身游戏的时候 我们是要在某一个 就是可能 很好笑的瞬间 就是有一些学生 他们出了一个什么错 然后他们自己正在懊恼 然后所有其他学生 也在取笑他的时候 然后立刻说 各位他刚做的才是对的 你看他出错 就是因为他没有先准备 就是我要 不被其他人 旁边的人影响 就是他们在想要取笑他 然后那个人也觉得 超糗的 很想去死的时候 我要赶快抓住 那个点去告诉他 就这两件事情 就是要做的强度 我觉得要做的一样 就有可能达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平衡 对啊 就让他们知道 不可以随便批评别人 但是我可以乱喷任何东西 就是在老师的某个练习里面 这样子 你要叫做 你看江湃就说呢 他遇过 他用的词很深啊 他说 最压抑跟遭受到最深的伤害 并且最不可教的学生 又是不可教的学生 又压抑 然后又受过很严重的伤 然后并且他不可教 不可教 他说这些学生呢 就是在高中里面表现得很出色的学生 他特别说在 成绩很出色吧 对他说特别 他特别说在糟糕的高中里表现出色的学生 那我的理解是 糟糕的高中表现得很出色 我的理解是他指的糟糕的高中 不见得是我们想的那种 什么校盘营不好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那个 比较野鸡学校之类的 我觉得他指的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指的是 没有营造一个舒服的环境 让学生可以去自由 发展跟学习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在这样的环境 表现出色的学生 表现出色的学生 我们可以理解成 表现出色的学生跟良好的环境 这是两个 如果良好的学生在良好的环境里面 那他当然我们可想而知 会成为一个自由又优秀的人 那如果是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那代表什么呢 他们会不再学习如何变得温暖 自发跟给予付出 而是变得充满防御 肤浅 精于计算 跟自恋 我就想到某个行政首长 等一下 但是我现在有点比较理解 他所谓的这个糟糕 应该是Kiss定义的糟糕 对对对对 是他定义的糟糕 不是一般我们觉得 比如说放牛学校还是什么 而是Kiss眼中的糟糕 对啊 比如说你可能读过建宗 读过台大 然后又是台大医学院的 那你的成绩表现当然出色嘛 对不对 你的IQ可能还在157以上之类的 但是对 你不会是一个温暖自发跟给予付出的人 而是一个充满防御 肤浅 精于计算跟自恋 我可以提供很多例子 那Kiss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哦 好好想象 我可以提供很多例子来说明 教育显然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 所以刚刚那句话是Kiss说的 对对对 最后那一句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讲的就是一个糟糕的环境 一个糟糕的学习环境 会让一个人他只停留在他的求生的层次 所以他只会去计算 他只会去想要往上爬 然后觉得自己很优秀 然后去攻击别人 然后对于别人的眼光跟别人的互动 他是完全充满防御性的 对对于别人的表现 所以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建中台大应该有出一些温暖的人 如果他在求学的时候可能成绩不太好的话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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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特别是你成绩好 然后对你努力过 你会觉得哦那那我当然很厉害 我很优秀啊 然后他们凭什么就是人缘那么好 什么之类的 他们凭什么大家都喜欢哦 凭什么他的政策比我好 哈哈哈哈 凭什么我发明这个东西 发明这个流程大家都不喜欢 直接对号入座 我觉得你你你你对号入座某一个政治家 我是蛮不是政治家 政治人物我是蛮好理解的 哈哈哈哈对啊对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是的 这个感谢他给我们一个这么好举例的 的 哈哈哈哈 嗯 对啊 嗯 就很多我觉得很多那种人啊 很多 就是那种从小一路成绩很好的人 都有这个危险这样子 我其实一路 嗯 你说你说 哦哦 我是立刻想到我教国中的时候 呃我有教几个 几个高 呃几个国三生 然后 几个国三的班级 然后我就可以 从我跟他们的互动里面感觉得到 那班的导师应该很 奇笑 很奇笑就是 例如说疯狂乱骂 或者是 嗯 不沟通 然后 对他们很 就是很无 没有逻辑的那种导师 嗯 然后我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的 全班的第一名 怪怪的 就是 嗯 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怪 就是 他会一直在小心翼翼自己要怎么应对 就是他 对老师的态度跟对同学的态度 他会有时候还蛮讨好同学的 然后 嗯 呃 然后对老师也会有讨好的状况 两面不是人 就是 对对对 我觉得 他们 他们看起来很不独立思考 就是会 有 有点 油腻腻的 就是 油条油条的感觉 总管太监的感觉 对 然后 也 然后也不是 就是在班排名是第一名 可是在别的地方的排名 就是在 蛮后面的 然后 那感觉就 我觉得他们是 真的是好像 一直在求生存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对 立刻想到这件事情 看来 Kah explanations 第一种 镇尊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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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镇 镇 我查一下那个 镇吧 应该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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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镇 ning 那种感觉 不是不是那个是 静卵 就是一种 俘虏之类的 对而且 以前在古时候 这个词特别是指 类似性奴隶之类的 就是被 被包养被圈养起来 然后满足他 所有的精神上的 情感上身体上的需求 好准备 艳鱼刚刚说那种 我就觉得就有一种是 那种在暴君底下 然后 想要讨好他的那种 那种学生这样 老师的小宠物 对对对对 很可怜 对 对没错 真的是求生存 感觉他们就是在 求生存的level 对对对 所以刚刚那句话就是 这一段 好像后面还有 几句的样子 哦对 他说 他并不是说一个 即兴剧团就应该要 赢会 而是他们要意识到说 正在冒出的想法 就是 他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鼓励说 我们一定都要往 很色的那个 开黄腔的方向去靠 而是你要去意识到 你现在当下诞生的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嗯 对啊 然后他情愿 大家可以笑着说 就否认说 没有啦没有 我刚刚没有在开黄腔 而他也不要大家变得 呆滞跟僵硬 嗯嗯嗯嗯 哦对啊 他宁愿你 他宁愿你先喷 嗯嗯嗯嗯 喷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啊这个这不汤哦 这不OK哦 太糟糕了 你再去做否认 你再去硬硬拗 对 对 可是他不要你先做消毒这样 嗯 嗯 哎这个 就让我想到上次直觉联想的时候 有一个学员 就是想到很A的 然后他就一直大笑 然后摇头说 这个我不要讲 这个我不要讲 这个不能讲这个不能讲 这样他还算坦白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很可爱 就是 呆志跟僵硬通常就是 因为我们正在 想说就是这个 这个不应该讲然后 该过滤掉哪些东西 这样对对对 这个时候就是呆志跟僵硬 这个还还蛮常发生 在即兴的时候会有一样的状态 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反复可以对这个社会造成什么 污染一样 Selene 这样子的人always 会delay就是会 没在牌子上 还会觉得他在这个世界站的分量很大 就是我稍微思考一个不震惊 然后这个社会就因为我的堕落 这样 但是因为他刚刚 这个最后一段 他说的一开始 他说我并不是说一个即兴剧团 就应该隐晦 就是这就是让我不禁想到两种例子 就一个就是可能是 有时候我们看到 学员 可能是学员 或者说反正有些人在即兴的时候 就是会怎么讲 就是那个倾向比较像是说 觉得这个观众比较会觉得好笑 然后就丢出很多比较淫费的点子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种极端的例子是上一次在某一个线上的国际的即兴剧活动的时候 我有看到那个有一个日本的团体 他们是真的演即兴的A片的这个剧种风格 剧种风格不是真的演A片 就是我有看到一些片段了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他们当然不是真的演A片 也没有露出任何不该露的东西 当然是演这个剧种风格 对啊 就是这都是可以去连接 隐晦的这个东西的在即兴剧里面发生的一些过犹不及的可能性 这样子 所以吴孝贤刚刚说的这是过对不对 对你来说是过吗 过应该是指我刚刚说的第一个吧 就是那个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可能会是 应要开黄枪 对对对对观众很有感 然后他出发点在于想要让观众觉得好笑 那我就就是真的就是拿出最最多可以开黄枪的一些点之类出来这样子 皇历全开 然后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演出的时候 也会想要一个就是让观众可以享受的一种 节目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结构可能是比较多元一点的 那如果说像像以开黄枪的东西 如果就是从头到尾都很多的话 到后面就人就会麻木了嘛 很腻啊 对啊 就是像巧克力蛋糕吃第一口很好吃吃到第十个的时候就不好吃 就完全没味道 我很讨厌那种色大胆小的人 这可能真的题外话就是 我不喜欢看到一个戏是在台上一直开黄枪一直开黄枪 可是结果有人认真他真的想跟你发生吻戏的时候他躲了 或者他真的想跟你发生真的真的演出有拥抱还是有肢体接触的时候他躲了 我就只会讲只会讲不会做没胆没胆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我刚刚说A片剧种风格那种就是是我欣赏的啦 就是我觉得对啊 就你也可以演这个 就是因为A片也有他的一些那种 比如说风格的特色或是说故事的一些老套啊 经典经典的一些就是调调的条段 对如果可以用这个概念来去创造一种即兴剧的剧种风格 我觉得是事还蛮酷的 那个跟我刚刚讲说有很多黄枪的点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 嗯嗯 没错没错 好总之今天关于银会的这个内容 最后还有任何的未尽之言吗 没有的话就来 呼个口号 结束追击 好的 准备好就请开始 即兴剧 即兴主义 是火不用穿衣 即兴主义 认识你的会音 即兴主义 音会for free 哈哈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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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